小資女動軟 詢問度暴增十倍 那時候花費都說十幾萬 負擔得起嗎 我想說有年終獎金 應該是可以 年終獎金信用途 竟有小資女想效法名人動軟 包括藝人百姓惠 羅佩穎 都曾公開說想動軟 因為我之前剛失戀 然後就覺得很難過 而且我現在工作也很忙 然後也沒有時間 就是在交友這一方面 而且現在有很多不孕的問題 然後就覺得很害怕 所以我就想說 應該可以試試看的 動軟前要先取軟 取軟是利用陰道超陰波前端 放取軟針 透過超陰波看到骨盆 軟巢的位置 將取軟針進陰道壁 插入軟泡內 吸取軟泡液及軟子 但取軟的時候 可能不小心刺到附近的膀胱 腸子等 造成穿孔或細菌感染 此外打排軟針時 也亦造成腹水 腹脹 醫師表示 原本平均每月只有兩三名患者 詢問動軟 但這半年快速增加 幾乎每月都超過20人 但醫師強調 靈性女子年紀還輕 沒必要動軟 才讓她打消此意 希望我可以就是考慮一下 你就不要那麼快 就來取軟 醫療超音波 它本身上面可以架的一隻 專門做好的取軟針 比較長 但事實上還是很細 醫師提醒 取軟有其風險 且要花8到10萬元 而豆軟每年還要繳 7000到1萬元的費用 建議育林婦女 還是早點結婚生子比較好 早點懷孕生產 因為我們都知道 35歲有懷孕的機率會降低 4歲以後我們其實幫忙都蠻困難的 都有新聞 去到做不到 報導